各位潮友大家好 因为有潮友有提到说希望我能分享一下关于室外的这个种植 那因为我现在这个室外的这个状况都还在调整的当中 我先介绍一下我原本的做法 原本的做法是这样子 大家看到的这边是这个 这一池 还有 这一池 还有这一池 这三池是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 那这十年来都是用那个死水的方式 它并没有任何的过滤然后来养 那这个是最原本的这个状况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做一个调整 就是这边多了一个这个橘色的这个桶子 那橘色桶子的话我是用太阳能 然后把水从这边抽上来 抽上来然后再从这边流下来 可是这样子的东西造成一个什么问题 因为今年非常的炎热 那炎热到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这边水抽上去以后 这边是冷却的 可是这边表层上面的水是经过太阳的造色非常的热 它流下来的时候所有的热水 这边所有的积热全部往这边流 然后造成橘色这个桶子 大概温度都大概到35度 非常的热 35到37度之间 那个鱼都 鱼啊 水槽都受不了 挂了不少 那我现在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这个橘色桶子要撤掉 撤掉以后 里面的东西 还有它这边的东西 所以我部分把它调整到这个大植池子 这个大植池子是我后来自己在做的 它原本这边是放陆生植物的 那现在的话已经 就是被我先用那个水泥搭地 重新用水泥抹过 然后再用那个细酸植 细酸植就是这个 金氏侯的这个细酸植 也就是白色的这个徒布 去做防水 防水效果还蛮不错 可以看到水其实 没有沿着这个 上面去溢出来 如果说 它没有防水效果的话 这上面你会看到像这样子 黑黑的 这个就是因为水 毛细的毛细现象上来 然后 也就是接下来 这一桶 它会 我会给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这个 内部的循环 然后也是用太阳能 小太阳能板 那原本的这个 这边这个大太阳能 原本这边的大太阳能 是这样子 可以看到上面一个架子 上面连几个太阳能板 大的太阳能 现在是 把这个大十字的水 移到上面 抽到最上面那个来 也就是水会从下面抽上来 经过这一池 再到这一池 再回归到这个大池 那 室外种植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选对植物 选对动物 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看到这边 这一池的话 我现在就等于是做碎莲 全部就是 几乎就是整个就是做碎莲为主 然后到时候那个橘色桶子 要全部撤掉 然后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鱼 就是日本的稻田鱼 杨贵妃 冬天她非常的耐命 然后 基本上也不太会去理人 也不太会去怕人 是蛮好玩 蛮好玩的鱼 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说 我现在大概有十来只可以出售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被热死了不少 可是 后来在这个 椅盆的阶段 这边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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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无意间 把原本那个池子移过来的时候 伤了一大堆笑的 非常可爱 室外的种子 刚刚有讲到 碎莲 再来就是 我蛮喜欢收集的皇冠 皇冠的话 像这一颗很大颗的 这个是那个子爵皇冠 皇冠其实也蛮耐命的 它这一颗已经在我这边差不多一年了 呃 再来就是 黄花里沼 那 水池与水池的间隔 因为这边有一个是一个水泥墙 那我是用莫斯来打底 莫斯打完底之后 我可以在莫斯上面种东西 这个是 那个 迷你珍珠草 迷你珍珠草 非常非常小 那 大家都知道 它需要在比较天冷的天气 才会活得比较漂亮 可是在它的水上夜 就不需要这种环境 水上夜大家可以看到 水上夜的话它 即使夏天 夏日炎炎 它可以活得蛮漂亮的 然后这一池的话 呃 是那个 豹文水车前 还有就是 那个 嗯 大卷浪 大卷浪 这边这个 OK 这样看的时候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有反光 下面这边有一颗大卷浪 大卷浪 N年 没开过花了 原本是在那个碎莲池那边 不过已经N年没开过花了 希望说今年移到这边来 它能够因为这样子降温的关系 比较不会被太 呃 这三池的温度会比较低 它可以能够 开花 结果 然后这个是ADA焦草 焦草也是需要稍微低温一点点的 嗯 这一颗是我比较 然后这边这一颗是我比较 一直以来的疑问 就是台湾水酒 台湾水酒到底要怎么样才能 呃 人工繁殖 人工去做这个寿金 嗯 如果知道的 草友 希望能够跟我分享 谢谢 呃 然后 刚刚那边的分隔 是用那个迷你矮珍珠 这边的分隔是用蝴蝶瓶 哦 也有点叫做汤池瓶 可是你仔细去看土库 我认为它在署名 应该要叫做蝴蝶瓶 因为它的水上叶很像蝴蝶 好多好多好多的蝴蝶 然后 汤池瓶好像是叶子 根茎好像是对生的 可是蝴蝶瓶是互生 呃 这块大家可能要再重新再查一下土库 然后这个也是从大使搬过来的 这边是那个 超纸红浪草 超纸红浪草 还有这个 中泽藻 中泽藻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 日本泽藻 冬天的时候它们会全部消失 每次冬天我就觉得 这两个草种完全是灭绝的 可是 到了夏天以后 它们会 全部会冒出来 它们应该是种子的关系 然后 浇草是我 今年开始 会比较 多一点 我会 我会分一部分来种这些浇草 这个是修多里 因为之前这个水温太高的关系 热得很惨 那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水温降下来以后 开始有在 再 恢复一点 它的状态 底下的这个修多里浇草 然后 好像还有那个 虎斑吧 虎斑浇草 这个我要回去看 这个我要去查一下我的东西 这颗是火尾皇冠 中间这颗稍微大颗一点 然后 这边都是 看到就要头痛 要慢慢整理 这个都是 火尾皇冠生出来的 也有那个 绿火焰 这个是绿火焰皇冠 绿火焰皇冠 好多鱼 我先不要摸 然后这个是 红火焰皇冠 蛮漂亮的 水上液 有它水上液 这个斑点的特色 所以说大概的 水草的布置 就是这样子 那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 然后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 或许 你有更好的方法 去 帮我做这个规划 那今天的这个影片 大概就到这边 谢谢你